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俄国著名作家契赫夫的戏剧作品《樱桃园》 契赫夫与欧亨利·莫伯桑并称为世界短篇小说巨匠 他的《变色龙》和《套中人》都是筷智人口的名片 我们喜马奖书之前也解读过他的小说杰作《第六病逝》 不过除此之外,契赫夫还是位杰出的剧作家 今天我们要讲的《樱桃园》就是契赫夫于1903年写成的剧作 是他一生的天鹅之歌,也就是最后一部作品 第二年,也就是1904年,他就因肺结核引发的哮喘去世 而从时代层面讲,樱桃园更是一部有关19世纪俄国的历史晚歌 19世纪后半叶,西欧各国的专制政权在革命中被彻底摧毁 此后,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思想更加自由活跃 与此相比,俄国的社会进步却依旧举步维艰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废除了农奴制 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但他的继任者却反动残暴 社会氛围再次陷入压抑之中 普通民众本来看到了些微改善生活的希望 但那扇朝向美好未来的大门随即又重重关上了 这种茫然不知所措的状况 正是樱桃园中主人公们所处的历史背景 齐赫夫写完樱桃园后不久就去世了 他无法得知后来的历史结局 1905年开始 革命以其摧枯拉朽的力量 终于推翻了俄国沙皇的专制政权 樱桃园反映的正是农奴制废除后 革命爆发前人们在历史夹缝中的精神处境 据作的故事很简单 可以梳理出如下主要情节 第一幕 女主人公柳鲍夫结束了巴黎的旅居生活 回到了他在俄国的祖宅 那是一座美丽的樱桃园 柳鲍夫见到亲朋好友唏嘘感叹 怀念往昔 仿佛好像即将迎来新生活 但一个重大的隐忧也浮现出来 因为柳鲍夫无力偿还银行抵押贷款的利息 樱桃园这处地产即将在几个月后被拍卖 第二幕 柳鲍夫家的老友罗巴欣提出了一个挽救回樱桃园的建议 将樱桃园的沿河地段分租给城里人建造别墅 用土地租金偿还债务 但遭到了柳鲍夫和哥哥加耶夫的反对 第三幕 柳鲍夫家正在举办舞会 与此同时 樱桃园正被拍卖行拍卖 这座古老而优美的园子不得不易主 买下它的正是老友罗巴欣 罗巴欣决定砍掉樱桃树 重新规划这块地产的用途 第四幕 柳鲍夫决定再次出国 一家人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下各奔前程 年轻人们各奔前程 只有老管家一人留下 守护着樱桃园最后的时光 樱桃园虽然只是四幕话剧 人物并不多 情节铺开来的时间和空间也很集中 但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成功塑造 作者依然写出了过渡期 人们真实的精神状态 既激烈又无处释放的困恶感 樱桃园的主人叫柳鲍夫 安德烈耶夫纳 五年前他的丈夫去世 一个月后他七岁的小儿子又在河中淹死 他受不了生活的打击 离开俄国去了法国 他的情人也追随他而去 不久他的女儿和家庭教师 也出国和他一起生活 柳鲍夫交际广泛 生活奢华 他的情人花完了他的钱财 又移情别恋 柳鲍夫在巴黎越来越窘迫 不得不带着女儿和家庭教师 回到俄国的樱桃园 他欣喜地看到 房间还保留着原样 窗外依旧是那片熟悉的樱桃园 他想开始新的生活 所以当他的情人发来电报 请他回去 他只是轻蔑地撕掉电报 虽然柳鲍夫虚荣轻浮 但作家并未全然否定他 甚至在看似缺点的描写中 体现出他的好处 比如他虽然不再富有 甚至连回国路费都是硬凑出来的 但生活中他依旧出手阔绰 点菜捡贵的点 给小费很大方 老友向他借钱时 他总是设法借给对方 对比同为俄国文学经典的 死魂灵中的吝啬鬼 泼流吸金 柳鲍夫虽然挥霍无度 但他待人也足够慷慨大度 正因为他性格中友善的一面 每当浓奴的儿子罗巴欣 小时候遭父亲责打后 柳鲍夫总是把他领回家洗漱 并好言安慰 这也是后来罗巴欣 愿意出力帮他的原因 柳鲍夫性格中真正致命的弱点 是优柔寡断 当他回到俄国 得知房产即将被拍卖 罗巴欣建议他 出租沿河地段造别墅 以解决债务危机时 柳鲍夫却说 什么别墅租客呀的 多么俗气 他明知道房产保不住 又缺乏大刀阔斧的行动能力 只能自欺欺人地拖延时间 最终房产被拍卖 他在巴黎的情人病了 发来电报请求他回去 加上他本就对俄国 死气沉沉的生活不满 于是他经过一段犹豫后 很快就决定 再次逃离樱桃园 去往巴黎 这是缺乏生活理想 只满足于庸俗生活的 俄国没落贵族的 典型形象 柳鲍夫之所以在地产问题上 束手无策 一方面固然因为资势体大 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 另一方面也因为樱桃园是他家族过去忧郁生活的标志 改变他就意味着改变他所热爱的祖辈生活的痕迹 他有勇气改变个人命运的轨迹 但面对樱桃园这个沉重的家族遗产却无能为力 柳鲍夫不是还有个哥哥加耶夫吗 但加耶夫更不堪大用 用今天的话说 他是个巨婴式的人物 他五十多岁了 在穿衣服这种事上 仍需要老管家提醒 他的生活乐趣就是吃糖打台球 他不时往嘴里放一块糖果 遇到谈话尴尬时 就模仿台球动作演示 他幻想着向某位将军借款 但毫无行动 他只是个过嘴瘾的高手 那些旧事物都能引发他发表空洞演讲 比如面对家中一个百年老橱桂 他会深情地说 这一百年以来 你一直都在朝着正义和幸福的崇高目标前进 啊 你呀 我向你致敬 你鼓励人类去从事有益地劳动的 那种无言的号召 在整个这百年里头从来没有减弱过 却是一直在鼓舞着我们家族 面对自然 他也会情感泛滥不可收拾 他说 啊 大自然啊 不可思议的大自然啊 你永远放射着光辉 美丽而又超然 加耶夫将陈词烂调 当作诗意 但其实只是掩盖自己无能的修辞手段 最后房产卖了 他对妹妹说 卖了反倒清静了 当一切再也无药可救了 大家却都镇定下来了 又都高兴起来了 其实 他的镇定和高兴 不是因为解决了问题 而是因为 他们再度回归了 无能为力 游手好闲的生活 柳暴夫和加耶夫 尽管见多识广 但他们的心理状态 依旧未能摆脱 传统贵族家庭的习性 依然深陷于 纯粹享乐的生活理想中 相比兄弟俩 老管家费尔斯 更是旧时代的化身 他太老了 几乎聋了 总是喃喃自语 他穿着长上衣 白背心 戴着白手套 好像还活在农奴制时代 他怀念过去 家庭舞会上的显赫人物 怀念过去生活的秩序感 第四幕中 费尔斯病了 人们却因为 在一片忙乱中 忘记将他送往医院 他独自待在老房子里 静静地躺在沙发上 听着斧子砍樱桃树的声音 陪伴着樱桃园 走向了最终的落幕 上一代人固然如此 就连家中的年轻一辈们 也都处在找不到方向的境地 柳抱夫的养女 瓦里亚 一心只想出家 然后寻访宗教圣地 没有尽头地走下去 家庭教师下落地 从小失去父母 没有正式护照 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年龄 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 有时 又觉得自己永远年轻着 青年管家 叶比获多夫 读了很多书 但还是迷惑于自己 究竟走哪一条路 甚至连自己究竟是想活 还是想死都不清楚 这些年轻人 无一例外 都活在一种迷惘的 漂浮的情绪中 甚至 他们连柳抱夫和家耶夫都不如 柳抱夫和家耶夫 至少还有一堆 虚幻而美好的记忆 而这些年轻人 却停摆在过去 现在和未来之间 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在这些青年人中 有一位思想比较复杂 他就是 特罗费莫夫 他正追求柳抱夫的女儿 安妮亚 特罗费莫夫不到30岁 但头顶已凸 看上去像50岁的人 他一直在念大学 希望做一个永久的学生 他的学业和他的身份 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这与柳抱夫家 其他年轻人并无二致 但不同之处在于 他对俄国的未来 有一套坚定的信念 一方面 他对旧制度的产物 持有批判态度 他认为 俄国知识分子一味空谈 却不是劳作 俄国社会整整落后 西欧200年 他说 只有人人都劳动 才能拯救俄国 另一方面 他的思想带有 乌托邦的幻想特征 他号召人们 前进啊 我们要百折不挠地 向着远处 那明星般闪耀的 新生活迈进 就连他与安妮亚的感情 他也自认为 是超乎恋爱的关系 是代表着 未来之自由的象征 特罗费莫夫 这一类形象 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 俄国文学中 经常出现 代表着历史进步的力量 但契赫夫 异常清醒 他并没有一味肯定 特罗费莫夫 而是借罗巴辛和柳鲍夫之口 婉转地表达了 对特罗费莫夫的质疑 例如 特罗费莫夫 有着自己的爱情理想 所以评价柳鲍夫的巴黎情人 只是个不值一爱的小人 柳鲍夫认为 他根本不懂爱情 甚至不懂得何为人情 柳鲍夫言下之意是 爱情和生活的具体情境中 包含诸多难解的世俗成分 并不是靠理想 就能轻易解决的 再如特罗费莫夫推崇劳动学说 但罗巴辛用自己的经验反驳他 自己从早忙到晚 遇到的都是不诚实和没规矩的人 俄国缺少的不是劳动者 而是真正的巨人 罗巴辛的话 触及了根本性的问题 那就是缺少社会正义的劳动 只是另一种奴役形式罢了 特罗费莫夫思想的幼稚 使他不时落入自己所反对的阵营 比如在全聚结尾处 当罗巴辛想帮助他时 他不仅拒绝了 给出的理由竟然是 你父亲是农民 我父亲是药剂师 这中间找不出一点什么关系来 我用不着你们 我瞧不起你们 我觉得自己坚强而骄傲 在他眼里 劳动分三六九等 这是对他的劳动至上理念的 最大讽刺 作者契赫夫 能同情地理解 每个人物的行为逻辑 从不武断地评判他们 其中对罗巴辛的塑造 尤其突出 罗巴辛的祖父辈 都曾是柳暴夫家的农奴 而罗巴辛在资本主义的潮流中 蜕变为商人和实干家 他阔了起来 但仍然显得粗俗 比如他把沙士比亚戏剧 哈姆莱特的女主角 奥菲利亚 念成奥赫梅里亚 说明他并没有去读沙士比亚 只从通俗剧演员含糊的台词中 知道了这个名字 罗巴辛的可爱之处在于 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粗俗 他说 我虽然穿上了白背心黄皮鞋 吃起了精致的点心 有了钱 但等你走进了仔细看看 实际上照旧还是庄稼牢里的一个庄稼牢 即使父辈是农奴 他对柳暴夫家并没有仇恨 加上他小时候受过柳暴夫的照顾 所以一直崇拜柳暴夫 在心里把他当姐姐 罗巴辛处事果决 也没有精神负担 他捕捉着时代前进的方向 当柳暴夫和嘉耶夫兄妹 还在为樱桃园抒情怀旧之时 当年轻一代还在为未来迷惘时 他却看出了社会转型带来的商机 他主张砍掉樱桃树盖别墅 因为以前乡村只有主人和农奴 而现在出现了一种新型阶层 成立来的中产阶级 他们现在只是坐在乡下房子的阳台上喝喝茶 但某一天说不定他们会学着种地 到那时樱桃园不就又繁荣了吗 罗巴辛持有最坚定的实用主义信条 而不会从贵族审美角度 去关注樱桃园的情感价值 特罗菲莫夫评价罗巴辛 是个遇到什么就吞什么的生猛之人 是剧烈的生存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精明、行动力和奋斗哲学 才是罗巴辛最本质的性格特征 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中 对这类精明商人多有描述且多为负面人物 但契赫夫没有丑化罗巴辛 这源于契赫夫对人物行为逻辑的充分尊重 在樱桃园的某次排演过程中 扮演罗巴辛的演员 将罗巴辛表演成一个大喊大叫的爆发户 契赫夫提醒他说 罗巴辛是个有钱人 而有钱人并不大喊大叫 罗巴辛一直帮柳豹夫出主意挽回房产 但中阴兄妹俩犹豫不决而未能如愿 他和一个富人抢派樱桃园 最终以高出抵押款9万多的价格买下他 他兴奋地说 这块地产是从前我父亲跟我祖父当奴隶的地方 是连厨房都不准他们进去的地方 现在居然叫我买到手了 我是在做梦吧 这也许是幻觉吧 这种兴奋可能是身份转换后的得益 但对商人罗巴辛来说 更重要的是一笔商业投资成功后的快乐 这是作为实干家的他 优于没落的贵族之处 但同时这种金钱至上的取向 也是罗巴辛以及这个新兴阶级的局限所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 农奴制的废除并没有解除社会矛盾 旧的封建时代似乎落下帷幕 而人们还没有找到新生活的方向 历史处于暧昧不明的时期 剧中人要么表现得无能为力 要么表现得毫无理想 虽然罗巴辛行动力超强 但他的有关时代巨人的理想也很成问题 柳鲍夫就认为巨人在神话中是美丽的 但要是放在实际生活里那就可怕了 樱桃园这部短短的四幕剧 能成为一部经典的时代风俗剧 与其人物塑造的成功有直接关系 樱桃园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是围绕这部剧作形成的另一个重要话题 在剧中不同人物眼里 樱桃园代表着不同的意义 第一幕开头 柳鲍夫于五月的一天凌晨回来 天气意外地寒冷 但樱桃园里的樱桃全开了花 就好像樱桃树拥有人的情感似的 特意迎接主人的回归 柳鲍夫推开窗户 感受着樱桃园清新的空气 看着树上开满白色花朵 趁着头顶深蓝的天空 树林中一条小径通向远方 每到月夜小径就闪着淡淡的荧光 在那里 父亲和母亲的时光仿佛又重现了 对于柳鲍夫来说 樱桃园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园子 它更象征着往昔全部的幸福 也象征着逃离混乱的巴黎后 它所获得的安宁的未来生活 在特洛费莫夫眼里 樱桃园只是过去留下的负面遗产 它建立在几代农奴的辛苦劳作之上 里面到处是死去农奴的幽灵 它是俄国落后于西欧两百年的象征 俄国人必须与过去决裂 必须抵偿过去 眼前的樱桃园并不重要 全世界都是伟大而美丽的樱桃园 在它的影响下 安妮亚不再如母亲那样留恋过去 她甚至发愿要离开这个园子 在罗巴辛眼里 樱桃园只是一处拥有商业开发价值的地产 既然是地产 就应该想办法最大化地利用它 园子里的樱桃树也是如此 既然果实已经卖不出去了 那就应该砍掉另做它用 樱桃园不动声色 任由人们为其赋予意义 人们就是在继承改造或摧毁 这些意义的过程中不断尝试着实现自己的历史报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樱桃园的意义只能由人来赋予 相反它也为主人们的生命创造着意义 正如当我们再也找不到曾经熟悉的房子街道 找不到熟悉的山河之时 我们便觉得自己身上的一部分生命印记也消失了 而令人遗憾的是 樱桃园的毁灭是必然的 在社会转型期 记忆也好 情感也好 都变得极其脆弱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樱桃园代表着人类生命中意义感的积累 而它的消亡则代表着意义感的消亡 和时间的无情流逝 当最后的告别到来时 刘报复哭着说 啊 我的亲爱的甜蜜的美丽的樱桃园啊 我的生活 我的青春 我的幸福啊 永别了 永别了 老管家费尔斯则喃喃自语道 生命过去的真快啊 就好像我从来还没有活过一天似的 我要躺下 什么都完了 都完了 就连罗巴仙 这个无牵无挂的工作狂 也曾流露出一丝生命感慨 实际生活顾不上搭理我们一句话 他照旧像水一样往前流 这些悲怆的叹息 是这部剧最动人心扉的底色 正如先锋派戏剧大师 尤内斯库说过的 樱桃园街市的真正主题 并不是社会的崩溃和瓦解 而是剧中人在历史和时间长河中的衰亡 消亡 加拿大作家罗什科黛 也曾认为 契赫夫的戏剧 让人明白生活是在平淡中流淌的 时光从人身上流过 生存中萦绕着孤独 有些问题永远找不到答案 其实 时间冷酷地摧毁人类的生命和希望 这一情绪笼罩着樱桃园 许多细节早就暗示了这一点 比如第二幕 人们在园子外的教堂前闲聊 有一个乐队正在远处演奏音乐 当人们就人类的未来发表完红论之后 大家都一动不动各怀心事 一片寂寞 忽然间远处仿佛从天边 传来了一种类似琴弦崩断的声音 然后忧郁而飘渺地消逝了 有人说那是吊筒衰落的声音 有人说那是鸟叫的声音 而老管家费尔斯回忆起 农奴智被推翻那一年也曾想起这种可怕的声音 那究竟是什么声音 剧本最终没有告诉我们答案 那声音保持在一种模糊和暗示的状态 允许我们展开不同的解释 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历史断裂的提示 是人物命运的不祥预兆 到结尾时 人们都纷纷离开樱桃园 费尔斯又一次听到了远处传来 类似琴弦崩断的声音 这一次似乎又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同时园子的远处也传来了 斧头砍伐树木的声音 这声音已经不再是种朦胧的暗示 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类命运衰亡的展示 这声音虽然只是作为背景闪现出来 但它才是摧毁一切的时间 浩大力量的显现 可以说 樱桃园拥有的持久艺术魅力 很大程度上在于 我们仿佛总能在其中 看到自己或身边人的身影 因为我们也恰好处在一个转型时代 面对新旧观念的冲突 有人怀念旧时代 也有人对未来充满幻想 还有人浑浑噩噩混日子 不管哪一类 几乎都可以在樱桃园找到相似的影子 樱桃园的魅力还体现它在情节结构的张力中 在永恒而漠然的时间流动中 人们的日常生活却并无实质性的发展 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契赫夫剧作最震撼人心的地方 比如第二幕中 人们在园子外的教堂附近闲聊 有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罗巴辛说 奥赫梅利亚 美丽的童真女 你在祈祷的时候不要忘记为我赎罪啊 柳报复说 走吧朋友们 快要吃晚饭了 瓦利亚说 那个人真把我吓坏了 我的心还在乱跳呢 罗巴辛说 让我再提醒你们一句 八月二十三樱桃园可就要拍卖了 想想这个 好好地想想这个 安妮亚说 幸亏那个流浪人把瓦利亚给吓走了 现在可算只剩下咱们两个了 安妮亚说 你的话说得多么美啊 停顿 今天这儿叫人觉得多么舒服呀 听完这段对话 大家是不是一头雾水 这其实是契赫夫有意追求的一种效果 人们喋喋不休地说话 但相互之间又不接话 各说各的 在人物说话时 剧本又经常插入停顿的提示 其实就是人物话语的突然中断 好像人物无话可说 而又努力在找话说 于是脑子出现了空白状态 人们说的很多 但从头到尾 语言并未有效地达成交流 而只是做无效地反复 生活本身也没有任何推进 正如刘报夫 在五月份欣然归来 十月份就不得不再次黯然告别 结局只是倒退回开始的局面中 樱桃园的毁灭 所象征的时间的飞逝 与主人公们年稠而凝制的生活之间 构成了樱桃园最深层的张力 同时也在悲剧与喜剧之间 构成了奇妙的融合 所以也有人评价说 樱桃园里 契赫夫将人物置于了 笑和泪的如刀刃般的交界线上 樱桃园诞生一百年来 随着主流文学思潮的演变 人们对它的解读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1904年樱桃园首演时 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将其当作一部现实主义时代剧 表达了人们与旧时代的艰难告别 二战后 苏联对樱桃园的解释更加革命化 视其为一部表现地主阶级没落 资产阶级兴起的历史剧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苏联对樱桃园的阐释 渐渐靠近现代主义理念 将它视为一部象征主义剧作 在中国 20世纪20年代就有了樱桃园的一本 三四十年代 契赫夫的几部剧作在中国上演 影响了一代中国作家 著名剧作家曹玉曾说 我记起几年前着了迷 沉醉于契赫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 一颗沉重的心 怎样为他的戏感动着 八十年代以来 樱桃园上演和改编次数仍在增加 国内很多艺术院校 也选择该剧作为毕业大戏 且常有新的改编思路加入原作 比如有的加入雅剧或肢体剧成分 使它更符合年轻观众的审美 有的将其改编成京剧 使其更加中国化 有的将网络热词 加入到主人公的对话中 使其更加贴近社会 契赫夫对二十世纪的剧作家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果说契赫夫剧作 着眼于对阶级矛盾的描述 但难以解释的是 在那些阶级矛盾并不剧烈的国家 他的剧作也获得了崇高的声誉 其实樱桃园拥有世界性的影响 恰恰在于此 时间流动而生活凝固的悲剧性主题 是人类普遍性的情感体验 契赫夫将人们内心充满剧烈痛苦 而又无处寻路的状态 写得入目三分 这直接启发了后来的剧作家的作品 如贝克特的《等待歌多》 尤内斯库的《椅子等》 在这些作品中 人生的静止不动状态被刻画到了极致 人们并不抗拒平凡甚至平庸的生活 只要安稳就行 人们也不排斥真正具有变革性的历史进程 只要它能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人们最难忍受的恐怕就是等待变革 但变革又遥遥无期的那种状态 樱桃园中的人物就处在这种最难忍受的时代 它们就像是契赫夫留给后世的一份精神病理学档案 当我们喋喋不休空谈虚假的未来时 应该想一想特罗费莫夫的空书的理想 当我们带着自我感动的情绪 为遥远的过去大唱赞歌时 应该想一想加耶夫的无聊 当我们拖延时日不敢行动时 应该想一想柳抱夫的失败 当我们内心彻底取消了有关意义和价值的思考时 应该想一想罗巴辛的自大和粗俗 当然 不管樱桃园在剧中意味着什么 我们都应该想象中融流一座樱桃园 指向着我们心中的美好生活 正像诗人巴尔蒙特 在献给樱桃园导演斯坦尼斯拉夫的短诗中写的那样 就如太阳落山时 也燃烧着对火焰的渴望 在心灵的殿堂中 也盛开着樱桃园的鲜花 你也盛开着樱桃园的鲜花 你也盛开着樱桃园的鲜花 你也盛开着樱桃园的鲜花